在《西游记》中,凤仙俊一难告诉我们,玉帝特别在意功德香火,只因俊手打翻了给玉帝的贡品,就遭到玉帝的报复,甚至连累到百姓身上,导致这里三年没有下雨,粮食颗粒无收。 那么,香火对于玉帝究竟有什么影响吗?是不是香火越多,法力就越大? 其实,香火这个东西,是一种精神力,对法力没什么影响。 比如,红孩儿经常把土地山神当奴仆使唤,甚至他们家的小妖都能把土地山神包衣服拆庙宇,也没见山神土地变弱。 还有孙悟空的授业恩师菩提祖师,曾对孙悟空说过,他是天外先宗不生不灭与天地同兽,连如来和玉帝都不知道他的来影。 更加重要的是,在《西游记》中,没有人供奉菩提祖师,祖师不识人间香火,可见法力的强弱和香火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。 玉帝之所以生气,是因为神仙是根据香火来排位置,香火多了才能显示自己对于人间的重要程度。 类似升职加薪,香火越多,等级越高,位置也越高,权力才能最大。 你看,无关无止的如来就不在乎这些,虽吃尽四大不周百姓的香火,却依然放任一些妖魔危害三界。